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問他的幕僚 說想把你留下來 蔡總統請我當 邀請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是講好到520 陪他一起同進退 原本傳出可能留任的行政院長 陳建仁 這一回鐵了心520後 和蔡總統同進退 但究竟誰來接棒隔魁 據了解賴清德除了已經啟動徵詢 呼聲最高的 還是身兼交接小組成員的 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那我並不了解賴主席的認識的布局 所以我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儘管鄭立軍低調不願多談 但由於新政局嘲笑也大 傳出綠營內部 有人認為首任隔魁 身段柔軟是首要條件 以免朝野對立不力政策推動 並由首忍政治運作的副院長來互補 鄭文燦續任似乎並非不可能 其實是社會溝通的能力 以及行政的經驗也是非常重要 這是賴清德總統第一個任期 所以我覺得要一定的亮點 鄭立軍如果擔任隔魁的話 會是臺灣史上第一位女性的隔魁 而除了鄭立軍之外 多次被點名的朱敬一 傳出接任可能性變得很低 韓賴清德關係深厚的潘孟安 則不排除街下總統府秘書長 另外綠營內部也有人認為 不管找誰在野黨炮火都不會撿 所以林佳龍 卓榮泰 鄭文燦等人 具有一定政治經歷能抵擋藍白宮市 國民黨的這些或者是民眾黨的立委 都是領壓力詞啦 都是戰力十足 那如果說你完全沒有辦法因應 沒辦法hold住場面 沒辦法為政策辯護 那可能就會去一個弱勢 而來清德首任隔魁 按照往例最快三月就會出爐 四月底內閣團隊籌組完成 520之前就定位無縫接軌 該如何穩定政局 也成為挑選隔魁重要人物